臺灣的太空科技發展 今天是福爾摩沙衛星七號 正式發射升空的日子 這是臺灣太空科技發展的里程碑 在這樣重要的時刻 我一定要來國家太空中心 跟大家一起親眼見證 福爾七號一共包含了 6 枚衛星 也就是說 稍後在美國郭里達州 要搭乘SpaceX 公司列印重型火箭升空 是一組最精密 也最先進的氣效衛星 這一組厲害的衛星 來自臺灣跟美國有史以來 最大型的科學服務計畫 未來順利升空之後 福爾七號將會接替福爾13年的福爾三號 成為太空中最精準溫度計的 2.0 版 福爾七號的測量道資料 將可以不受陸地或海洋限制 也不受天候的影響 發揮到最強大的氣象監測功能 這些資料都會分享給全世界 無論是防災減災 氣候變遷 還是環境永續發展這些議題 臺灣將因為福爾七號的存在 而對國際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 這就是科學和科技最大的價值 各位國人朋友 這麼重要的成就來自於政府 國研院 國家太空中心 許多默默付出的同仁 氣象局以及臺灣科研界的團隊 他們的每一位都是我們的太空英雄 都是臺灣之光 兩年前福爾五號升空 見證了臺灣有自主研發太空衛星的能力 現在福爾七號六枚衛星的升空 則會見證臺灣的太空科技 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接下來我們還有會一棒接一棒 每年發射新的衛星 臺灣人的勇氣和決心 將會隨著每一次衛星的升空 在太空中不斷閃耀 最後我要再一次謝謝所有 和與福爾七號計畫的團隊 大家的努力即將獲得回報 預祝福爾七號成功發射 順利運轉 依照規劃進入任務軌道 謝謝 謝謝大家